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亲爱的视频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第21天的30天 吴阳进行甩脂计划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三个动作 之前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说在运动之前 稍微吃一点点东西 运动之后也稍微吃一点点东西 别忘了在运动之前 要做一个热身的运动之后 如果你觉得肌肉比较酸比较脏 也可以做一些冷身的运动 然后这个动作在我的官网上也都有 也可以搜索China Peter 关于热身的视频 关于冷身的视频 然后之前只要从中选几项来做一分钟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之前之后千万别忘了做这个热身动作 冷身当然也可以自由的选择 其他的话 就是说一定最好能配合 就是饮食控制来做这些运动 这样的减脂效果会更好 然后这个饮食的话可以上我的网站 然后找这个相关的饮食信息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些文章和一些视频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我的优酷的视频 腾讯的视频 还有我的官网来跟我互动提问 然后会尽量的来回答大家 尤其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去给我提问 然后尽量去回答大家 好那今天呢还是有三个运动 然后有五分钟的这个时间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把这个坚持下来 然后达到咱们这个坚持的目的好吗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好那咱们先做好准备 之前别忘了去先去热身哦 好第一个是一个东扇条 当然是一个像鞋上画的一个东扇条 做好准备 如果你跳不起来的话也可以 就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我可以的话跳起来 如果再可以的话加快速度 这个就是动作一个变形好吧 看你的体力 不行的话就直接跨步就可以了 保持呼吸 肩部尽量要向下 不要跳起来太高 OK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要做一个火撑 但是不要着急咱们是做 相当于一个简单式的一个火撑 好先撑起来 膝盖到地 可以的话 撑然后打开 宽手 如果做不了的话直接就躺在地上 再踩起来 再躺在地上 再踩起来 如果你还可以的话可以做标准的过程 也就是说把腿直接用脚冲来地上 保持呼吸 保持呼吸 手肘不要向外向打开 OK 好 这是讲究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是一个收肾的一个动作 锻炼腹肌的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向上起身 这样会增加难度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这样前后就可以了 上下就可以抬腿就可以了 往直呼吸 抬腿 尽量把脚不要放在地上 好的 这是一个旋环 就做好了 好 那咱们还是从这个第一个动作开始 好 加油 现在靠近手的地方去跨步 好 OK 第二个动作是咱们的俯活窗 还是膝盖到地 脚盘下来 如果不行直接趴下就可以 肩膩 变身宽伤 加油 现在最后一个动作 咱们的一个crunch 也就是要抬腿 尽量脚跟不要着地 把腿抬起来 头的话可以向上抬一点 如果不行也可以 躺下也可以 有频率有节奏的 上下来摆动 加油 手放在头部两次就可以 希望你刚才也跟我一起把这些动作 五分钟的动作都做下来了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些运动 如果就是说喜欢这些动作 或是喜欢我的文章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帮我去转发这些文章 去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让大家一起加入到健身的队伍上 通用来 也算是对我的一份支持吧 然后呢就 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希望大家明天 再跟我一起来 完成咱们的 假情健身的计划 好 拜拜 明天见